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無人機拆解與組裝攻略 如果還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我們這遊戲的部分有一個輔助的裝備叫做無人機 無人機的話要如何拆解它跟組裝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主要我們這個無人機可以自己製作 我們在製作武器這邊 下面有個無人機製作 點下去後可以發現 無人機需要六個組件去完成它 然後六個組件在遊戲裡面其實要取得也不算容易 因為要花非常多的材料 然後它有機會在製作的時候產生紫色或是金色的屬性 有些玩家會做配件來賣 也會做無人機的材料來賣 像它這個組件如果你做出來做到金色或紫色的話 可以賣到不錯的金額 舉例來講像交易所這邊 續航模組光紫色就六萬金幣了 如果是金色的話可以高達十八萬 甚至到三十幾萬 每個伺服器的幣值可能不太一樣 給大家參考一下 像交易所這邊有非常多人在賣它的模組 模組的價錢都是非常貴的 這集也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拆解無人機 取得一些模組來組裝 首先要先了解這個無人機要怎麼拆解 我們可以先點背包 像我們背包有個欄位就是放無人機的欄位 你可以按設置 設置會出現這個畫面 然後有些玩家會發現無人機 你今天如果把它給收起來找不到 那要怎麼辦呢 點右上角的功能頁 再點右上角這個無人機 其實是會回到一樣的頁面的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無人機的話 不用擔心它沒有不見 基本上會在這個頁面這裡 然後我們要先取消出戰 我們點要改造那一台 左下角按改造 再看左下角這邊有三個按鍵 拆解修理跟放回包包 基本上我們可以點拆解鍵 拆解鍵點下去後東西不會不見 它物品會回到哪裡呢 會回到我們背包裡面 會看到背包裡面呢 就會有這個六個模組 六個模組拆解下來後呢 你可以去製作新的模組 來跟它組合 所以我們不一定呢 就是一定要做同一個等級 因為它這遊戲目前無人機呢 等級會入戲開放 然後像無人機的話 它是什麼區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10級的話有分一檔 然後等級都是8 等級8的話就是對應玩家等級 等級8的話就可以裝這個核心模組 來製作無人機 20級的話呢 可以看到它這邊就跳等級了 比如說二檔的話呢 20級 然後續航模組 這個是二檔 可是它是30級 再看到動力模組 也是30級 表示呢 如果你要組二檔的話呢 要把它組成完整的 就要30級才行 組裝全部的二檔 然後今天角色40級的話 三檔一樣 就是角色到50級 你差有辦法把三檔的組件 全部組起來 所以這遊戲的目前的模組 是分開來出的 包括我們未來的60級 可以看到四檔模組 60橫跨到70級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辦法組裝一支完整的三檔無人機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跳的組 像你就可以組核心模組 結構模組 火力模組 這三個40級 然後組兩個 續航模組跟動力模組50級 包括治療晶片的話呢 它目前看起來是每個等級都會出 治療模組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可以看到50級 這邊你只要夾這50級就可以製作 也可以去裝備它 然後需要配方獲得才能製作 組裝的部分沒有分等級跟檔次 總之來講你只要放進去就可以組裝 這邊組裝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到這個頁面 就開始點這個加的部分 像你盡量去組它 等級比較高跟評分比較高的 這邊可以把它裝備起來 最後是晶片 當你全部完成後 你可以按完成組裝 然後它這遊戲目前無人機 拆解跟組裝不會消耗任何資源 差別就在於你可以去慢慢升級你的無人機 到不同等級跟不同檔的時候 你可以去製作新的配件來組裝它 接下來我們組裝好的無人機 它會出現在我們的背包裡面 在這邊 按放入機艙 這樣無人機就裝備完成了 然後一樣如果你要設置它 你點設置 然後像我現在有組一台比較好的無人機 組到金色的 金色的治療晶片 包括金色的火力模組之類的 因為它現在是跳著出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到時候要升級的話 可以等到60級的時候 再來拆解無人機 然後再來試做相關更高等級的配件 來組裝一台更強的無人機 然後出戰的部分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總共可以放四台 然後只是後面兩個格子 要花1000斤必須解鎖 然後目前兩台的部分 我都會帶出去 因為有時候可能無人機壞掉 你忽然間沒有無人機 那另外一台就可以拿來當輔助的 就可以趕快來切換 然後無人機的部分 不管是裝什麼晶片 都會幫你攻擊敵人 只是它會有額外的技能 像治療晶片就會有治療技能 爆破晶片的話會有爆破技能 電磁晶片的話會有電磁技能 所以這看玩家的需求 不過目前伺服器來講 是治療晶片比較多玩家選擇 因為可以輔助在打怪或是PVP的時候 會幫你補一些血 算是蠻實用的 好的 這集快速跟大家分享無人機的拆解與組裝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個喜歡 持續訂閱我 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 這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的哪一頻道 追蹤我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哪幾會找我人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喔 掰掰